约我下半身 约你下半身 我是幸福医师 庄宫病庄医师 我们今天聊聊 口无壮阳药 在这影片之前 我们要先跟各位强调 我们今天是针对所谓的口无壮阳药的成分 来与大家做 分享跟讨论 并没有推荐任何的 特定的壮阳药 所以将来如果 在 影片上有看到 使用来做推荐的话 那就是倒用 那请大家来帮忙检举 在临床上呢 很多的朋友 在使用的口无壮阳药 七成的人 可以达到一个满意的信心位 可是也有很多人在临床上 来跟医生报应说 医生哪都不好 我是买到嫁还是怎样 这都不欢迎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的问题 那我们先来讲讲 现在的在台湾 合可的口无壮阳药有哪几种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口无壮阳药呢 它最主要功用是什么 就是增加你 我们身体内的一氧化氮 存在身体内的时间 因为它让一氧化氮被代谢的时间变慢 所以呢 在你身体的一氧化氮 会让你的寒棉体 以及血管扩张 会让你达到硬邦邦 那在我们台湾目前合可的 的口无壮阳药我们主要可以分为两种 一个是短孝型的 一种是长孝型的 这两大类 那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这三种 Analofi Sitanofi 跟Vatanofi 就是所谓的短孝型 所谓短孝就是当你要性生活前 15分钟到1个小时 你要服用 可是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第二点 一定要有性刺激 所以很多人他觉得没有用是因为 他吃了药以后就跑去睡觉了 他以为自己就会升起来会起来 那就错误了 因为 一氧化氮要先被启动 还开始让海绵体的血管 开始产生作用 那一般短孝型的药物 跟你吃食物会有点关系 所以尽量不要 吃饱饭 就马上去吃药物 因为会让它吸收方面 会变得比较 没有那么好 也会影响到药效 那最后这个 Tatanofi 就是所谓的长孝型 一般来讲 以前也叫做 周末快乐晚 因为他的时间比较久 所以你在使用一天 左右 你在性生活方面 其实都可以达到 某种程度的帮忙 当然 这每种药物的使用 都是要由医生 评估每个人的状态 他的病情 他潜在的 身体的疾病 来建议使用 千万不要自己 私底下就去网路上购买 因为事实上 不见得对你是有帮忙的 而且事实上有些人 他可能会有一些使用上的禁忌 那我们刚提到的呢 因为状态要有分为这种不同的状态 所以如果说 当你第一次在吃的时候 尤其前面 刚开始医生建议你吃 那第一个 你会面临几个问题 第一个你会很紧张 因为没有吃过 又听人家想说 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呢 比如说鼻塞脸超红 或是觉得血压高 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这时候呢 他可能前一两次效果不好 这时候我们就鼓励他 要多试几次 一般的我们经验是呢 你大概要试四到六次以后 才能得心应手 第二个 你使用的方式对不对 比如说他 晚上吃晚饭以后呢 有一个浪漫的夜晚要产生 就他去买到了长啸型 所以呢 等他在这个 回到饭店的时候呢 要发生的时候发现 因为呢 他的药啊 还没有作用 隔天早上的时候才开始硬邦邦的 这时候其实那个浪漫清晰都不见了 所以呢 一定要选择 适当的药物 这时候你要选择是属于的 短效型的药物 因为他在 15分钟到1小时就会有作用 还有就是 你使用的剂量 对不对 不同药物会依照你不同的 身体的状态 而会需要不同的剂量 第三个 最重要的是大家常常遇到的 没有性刺激 有些男性朋友啊 他服用以后呢 就跟他的老婆啊 盖棉被纯聊天 以为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完全 就没有国企的 反应 他就会觉得 怎么会这个样子 以为 买到假药了 事实上是因为他忘了性刺激 所以这个性刺激 是开动这一个 一氧化氮 作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爪 那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呢 很多人就是啊 吃完饭以后啊 人家说保卵失离欲 吃完饭以后呢 就急得先涂一颗 短效型的撞氧药 因为 高油脂的食物啊 会影响到这个药物的吸收 也会让你浓度不够 那另外还有就是 购买的 来源 其实在网络上常常发现 很多所谓的官方网站啊 在购买一些 壮阳药 可是事实上呢 这些药物都是要 医生请包钱的 你的购买的 来源不对 也可能买到一些微药 会没有效果 有关男性 健康的问题 欢迎 到我们粉丝专业 留言 我们粉丝专业